台灣一千零個故事 紀錄感動的進行室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蔡依珍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一千零個故事 先來看今天有哪些精彩節目片段 很嫩 師傅很會煎 我這都冷掉了 還是很好入口 你看看我現在那麼老了 我從年輕吃到老了 下水所有內臟都有 然後再加米血配起來 然後鴨肉拌 然後我再點一個切鴨腿 很棒的一組 香魚非常的大絲 非常的鮮美 肉質非常的嫩 入口即化 不會說很冷掉 有那個驚味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新鮮的 熱愛自己的工作 把每次的香魚都當成一起一會 自然就會付出所有的努力 讓客人留下好的印象 像是這一家牛排店的老闆 他的工作態度 而他也是全台灣第一個用舒肥方式 來做牛排的店家 他說舒肥牛吃起來更加的軟嫩 而保有水潤 最重要的是 來吃的客人都驚呼 他的價錢只要別人的一半 CP值超高 哇 這就是棒了 牛排啊 特好吃 所以呢 一個月至少來一次 真的是好吃啊 已經清空 對 我覺得很好吃 我最推薦第一名 絕對 奶油蘑菇濃湯 還是番茄牛耳清湯 奶油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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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洋蔥 這邊外頭座位區早已經高棚滿座 廚房裡自身主廚陳志良依舊不吉不復 在爐台上利用炙熱高溫變化料理魔術 牛排我們一開始會先把表面周圍都先把它煎焦 就是要把它的肉汁封住 厚實牛排在發燙煎台上 換上焦糖色澤 披上醇厚香氣 換化成一道道餐盤風景 這是台北東區知名牛排館的日常演出 今天的週末晚餐照舊超過30桌全滿 不同桌依序上餐 陳志良主廚一人搭配助手 哪桌該先上湯品 哪邊輪到沙拉 絕少有半點差錯 沙拉吃完了要喝下一道是什麼 他們都會進來跟我們講要吃主菜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會煎它的肉 每一桌都這樣 只是會跟外廠都要配合得很好 前場就像我們廚房的眼睛 廚房的眼睛 陳志良的眼睛 還包括他的發行老闆徐永倉 頭銜是總經理 還真的什麼都理 收銀 點菜 跑堂送餐 尖鋒時刻常常親自帶頭衝 6點4到5位 我後面沒關係 我們進場多了 對 做這些事情很好玩 是我喜歡的 我是游擊手 我實際上有時候一來就先問店長 哪裡需要我幫忙的 所以我是配角 對 我同仁才是主角 羊排 我們今天最喜歡吃羊排的 是 雖然不是廚師出身 做牛排店資歷超過三十年 一隻牛的所有部位 徐永倉 遼若執掌 牛肉怎麼煎最好吃 他絕對不輸任何廚師 你東西一定要做好吃 那是基本的 可是不代表你東西做好吃了 就會有聲音 原因就是你了不了解顧客 牛排是這樣 越接近氣氛熟 反而他煎到整個肉汁鎖不住 反而是容易看到血水 了解牛排 了解顧客的喜好 徐永倉也因此和客人成了好朋友 許多名人 大老闆 名店董娘 也都了解徐永倉的本領 都知道要吃厲害的牛排 來找Peter就對了 很嫩 師傅很會煎 我都冷掉了 還是很好入口 你看看我現在那麼老了 我從年輕吃到老了 我都固定吃他的那個 低溫烹調的牛排 低溫酥肥牛排 把筋都已經化掉了 燉到化掉了 天下第一肉 試圖偷客果真不一樣 一開口就是徐永倉的 直營人 這餐桌藝術品看起來 和其他高級牛排店 端出來的相差無幾 但行家都知道 這是最近幾年風行的 低溫烹飪牛排 也就是舒肥牛排 低溫之後它蛋白質 會慢慢凝膠化 它不會一下受高溫 它整個就會硬掉 肉質的軟嫩度 會保持得很好 所謂舒肥是從法文的 真空一瓷因液而來 焦牛排真空包裝後 以50到60度隔水加熱 讓牛肉熟化後更加軟嫩 再上煎台 煎出焦香和色澤 就大功告成 煎的時間很短 一面大概只煎30秒左右而已 在2011年 台灣還沒有開始流行這做法時 水泳昌就開始了他的舒肥實驗 美國安格斯牛CHOES前腿芯 耐熱200度的PE材質 58度水溫煮6到8小時 是最鮮嫩的黃金數值 摸索了最少半年以上 我最少耗費掉大概將近1000公斤 牛肉一點都不誇張 而且那時候比較辛苦的是 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技術不夠穩定 今天來吃的就很好吃 下禮拜帶一個朋友跟你說 這家的牛排 新陳牛排真好吃 結果那次漏氣 發生失誤 可是客人只有一次機會 你很難再讓客人再回頭 13桌可以吃多少 13桌的 可以 13 可以 原本生意火熱 客源穩定 徐永昌會自找麻煩 做困難的事 全因為那幾年食安風暴頻傳 讀化學系的高材生女兒 建議老爸 低溫烹飪 牛排內的成分 不會因為高溫而質變 產生致癌物質 熱愛工作的徐永昌 因此和廚師摸索 走在業界的最前頭 即便在過程中 因為品質不穩 流失老客人 那堪比切肉 還要痛 牛排有一定的厚度 你如果肉質不夠好 那麼你吃起來口感那些 就會不好 牛肉邊角數量眾多 全進了湯鍋熬成甜潤鮮濃 有個長輩他非常會做菜 他實際上跟我講 肉多湯就甜 我實際上記住自據口訣 肉多湯就甜 你敢不敢下成本 你敢不敢用很多肉下去熬而已 那骨頭相對便宜很多 連配角都豐滿不骨感 徐永昌的用心 讓客人一入口都很有感 我們希望做出比較健康又好吃的牛排 但是多數人吃得起 這是我當初的初衷 曾經有名醫在我店裡睡過之後 每次來都跟我說 Peter 你一定要漲價 他說人家別人請他去別的地方吃 他吃到類似這樣的牛排 一個名店 他說光是一個八號匙 差不多將近三千塊 他說你為什麼賣人家三分之一價錢 他每次都跟我說 你一定要漲價 不然人家當作你是假的 如同餐盤裡的物美價廉 徐永昌即便身為大老闆 待人 接物 仍是一貫的誠懇 跟他的苗栗通宵農家出身很有關係 從小就得下田 彎腰 日曬流汗 磨練出吃苦耐饒性格 高職畢業後 到當時台北最紅的東王溪餐廳打工 讓餐廳經理印象深刻 那是早年 很多天王天后作秀的地方 高嶺峰 崔台青 那時候洪隆洪很年輕 非常紅的時候 還有娃娃金字捐 如花贈金衣 然後張北那邊 都是在很多 現在很多在台面上的民歌星 幾乎都是從東王舉行 後來東王經理自立門戶 開了知名的紅烏牛排 他做了一年 就受到信任 賞識 成為老闆底下的第一把手 幾年之後 再踏上他的創業之路 布農的小孩 說實在真的比較能吃苦 但從小真是很辛苦 所以我們出了社會之後 只要不是種田 都是很輕鬆的事 包括道工 喜歡看到客人滿意的表情 他把做餐廳當作耕田 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好食材當基底 實在認真是養分 在餐盤開出的繁花 讓人臉上開出新花 可以一次吃到這麼多種 那它的價錢居然是屬於非常平民 而且以一個這麼資深的老店 有名的老店來說 我覺得CP是很高 我最喜歡吃德國豬腳 它的皮就是全部都很脆 真的很脆 然後就是你吃完全部都不會很膩 然後搭上它的那個酸菜什麼的 就是搭配起來真的很清爽 而餐後甜點奶酪 不加一滴水 口碑也濃醇香 他只經過 他就會跑進來 能不能賣我一分奶酪 他現場吃 所有的東西都要做到滿分 他珍惜每次和客人的一期一會 感謝每一次客人給的服務機會 最後一次機會 男友第二次機會 把握所有機會 追求突破 然後發揮到極致 食用艙的餐盤裡 那實在誠懇 永遠鮮嫩甜美 宜蘭這位鑲魚大王 從小勿農 家計辛苦 為了不讓貧窮世襲 他努力工作 投入養殖觀賞魚 曾經是養殖鯨魚品種最多 質量最好的鯨魚大王 後來中國和東南亞亞職業興起 隨著觀賞魚市場難移 西晋 他只好轉向養殖食用價值高 且嬌貴難養的香魚 努力不懈之下 他創下了多項香魚養殖紀錄 成功打造自己的香魚王國 有位置在海單 請稍等 吃些哪一桌的 西漆 好 那你放著我送 彎彎香魚烤成串 薄鹽蛋醬就能上桌 魚體自帶特殊的哈蜜瓜香氣 韜客人手一隻 吃得津津有味 這個香魚非常的大絲 非常的鮮美 而且吃起來口感也不錯 肉質非常的嫩 入口啟發的感覺這樣子 不會說很冷 比較有那個腥味這樣子 我覺得還滿新鮮 香魚被譽為青柳女王 生長於清澈溪流 喜愛捷徑 煎之細皮嫩肉 人們普遍愛吃抱挽母香魚 成串烤魚彎成S型 火辣腰生 翹首彎尾 婀娜多姿 方便做香魚脫骨秀 處理食用 在左上檸檬清香 好吃 吸筋又好玩 那脫骨秀的重點呢 就是要先幫他碼砂雞 幫他把魚肉跟骨頭分離 夾的時候要很小心 不能把頸椎的骨頭弄斷 因為弄斷的話就會失敗 就會脫不出來 香魚刺串排成列 中大火燒烤 15到20分鐘 直到外酥內軟 保留魚的鮮甜肉汁 即可出餐上桌 讓客人大快朵移 尾巴跟旗的部分要沾鹽巴 因為你在烤的時候 因為高溫加熱 比較久的時間 如果比較薄的地方 沒有沾鹽巴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烤焦 黃依熙總管內場 詹琴顧厚 把握香魚全息料理的 出餐品質 香魚乾露煮 耗食費工 白醋加水滾煮軟化骨頭 再佐以醬料 爐煮至收汁 樹籽蒸香魚 樹籽醬做煮打 蔥姜配滋味 香魚味噌湯 豆腐加魚肉 烘煮出一匙鮮美 香魚料理烤蒸爐百搭 營養價值高 如果你把特別備洗的部分 扒開來看 你就會看到有一條 半透明的油脂 那個是這個香魚 最營養的價值的部分 那地方是就是富含 GHA跟EPA的部分的魚油 來 先給你倒 好 等一下 好 產地餐桌零距離 魚獲新鮮現撈 宜蘭山晴水秀又有泳泉 最適合養殖香魚 黃依稀的父親黃玉銘 是香魚大王遠近馳名 把最交貴難養的香魚 餵養得服服貼貼 一手創建占地2.2公頃 年產量曾高達100公噸的 香魚養殖場 占全台產量8成 下週五六月和入秋的90月 正是魚獲收成季節 最為忙碌 有一句 小婿說 像阿嬤在小時候 溫度超過25度的話 牠就不吃 甚至也會死給你看 酸水力不夠的話 牠的硝酸雅硝酸 或者是阿摩尼納一拉高的話 牠也會撞堵死給你看 對於一些藥物的投給的話 也非常敏感 黃玉銘年過七巡 身手矯健 他從小務農生活貧困 吃苦當吃苦 凡事勤奮肯做 吃含脂口罵的 菜脯湯 菜脯 去吃吃吃吃啊 都營養不足 所有人都這樣啊 不是我們這樣而已 每個人都是這樣啊 菜脯配粥的滋味 艱辛又深刻 但沒銷售了黃玉銘的稚氣 那淡寡鹹色反倒成了他努力翻身的稀薄養分 不到20歲就為了生活拼搏 一開始養盧曼 後來養景觀金魚做到全國最大 還獲選十大傑出農村青年 媽媽給我做的 他說人喔 經常事也有 做事也沒有 所以說我立下一個最大的職業 就說這台 就是剛才要來犧牲嘛 我把這一代犧牲掉 下代就可以改變了 中國和東南亞養殖業興起後 觀賞魚的國外訂單全被搶光 於是黃玉銘改養技術門檻高 和利潤高的香魚 風災 蟲害 動輒損失幾千斤的魚 都是家常便飯 他經過不懈的研究努力 曾經創下多項香魚養殖紀錄 如果養的時候 要養養 對牠走 會比較忙才不會去滷潑 平地養殖一兩兩季 還有做暴軟的 人說只做魚 不會有兩個香魚 有兩季的暴軟 就打破這三個紀錄 曾經同學中 那如果說是台灣來大車店 就這樣 人家就要躺著 哪裡有錢賺就往哪裡去 黃玉銘不斷尋找出路 搭上一箱一休閒的政策順風車 轉型觀光休閒產業 兼開餐廳 養殖加觀光一與兩失 當然剛剛轉過去 我的親戚 我的朋友 包括我同性的太太 就跟我說 你的專長是養魚 你去做餐廳 你不怕失敗嘛 所以說給我起來 人生就是要面對不斷的挑戰 樂觀地去面對挑戰 如今女兒經營餐廳 兒子管理漁場 騎手合作承接家業 在香魚收成旺季 準備把全年多的新血 一池池迎閃閃的香魚 換成白花花的新台幣 新鮮魚抓起來 馬上急速冷凍 馬上去泡水瓶 去塑形 塑形好之後 等到它都局部僵硬之後 開始上磅秤 去篩選分大小 黃成浩接手漁場已經十年 一手包辦餵養香魚 清理漁池收成漁貨 內外銷包裝 黃玉銘已經把香魚王國 放心交由兒子全權接管 偶爾充擋鼓吻 當然會感謝 因為爸爸把這片江山 打下來之後 如果你有辦法接起來 那你 等於是說你就比別人 更早穩定 能夠穩定 安逸 就是算很幸福 餐廳裡黃玉銘 從備料主菜到下單出餐 大小細索都親力親為 父親已經成為 典範的巨大背影 讓他上井發條營運餐廳 不敢有絲毫疏忽攜帶 我覺得他就是全年 365天 幾乎扣掉一點點的 睡覺時間之外 都沒有在休息 壓力超級無敵大 所以我在一輩子就是 我的目標就是 努力朝爸爸這個方向前進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我能不能夠超越他 因為我覺得那是有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 奮鬥一輩子換來家人 同在一個屋簷下 合力打拚事業的甜蛋幸福 黃玉銘的人生 就像稻汁甘蔗 滋味鮮苦厚甘 一雙兒女成才 事業後繼友人 女兒也好 兒子也好 媳婦也好 女婿也好 都在一同共同生活 包括在孫子 都是在生活在同一個屋子裡邊 就是定義標準的三代銅塔 如果論家庭的話 我認為我們是非常幸福的 一家一分子之一 這是我最滿足的地方 大半生細心培育的優質鑲魚 無論內銷外銷都是搶手貨 黃玉銘一生愛家勤奮 感染子女效法 鑲魚王美銘將繼續傳揚 從一間連招牌都沒有的小攤 到成為每天排隊騎警的人氣名店 成前後後這家店 花了超過65年的時間 第一代的阿公 他在半個世紀之前 就自產自銷做起了鴨肉飯 他總告訴孩子 求好不求快 每一步都做得扎實 這生意才能夠長久 如今年輕的第三代接手了 不變的今年口味 仍舊天天吸引客人排隊等待 還獲得了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兩個新乾湯一個綜合湯 他們的東西都很推薦 都很好吃 真的 就想到就來 就吃到都認識了 價格很實惠 鴨肉飯跟鴨肉飯 他們一煮才一百塊而已 都還不到中午的用餐尖鋒 客人就開始自動接龍 排隊人潮從店面 一路蔓延到隔壁巷口 還有人連安全帽都沒脫 就來排 生怕晚別人一步 就得多等好幾分鐘 可以早一點點11點就來 然後就排了一下而已 要不然我太舌頭應該拍很長 外帶兩小鴨 兩塊鞋 兩個鴨東 生意搶搶棍 攤頭也像在打仗 年輕小老闆吳宥偉和堂哥吳承恩 手腳俐落 剁鴨 咬湯分工合作 動作絲滑的就像是四手連彈 直接切塊的鴨肉飯份量夠誠意 食所的搖桿還帶點煙燻香氣 淋上肉燥後油潤鹹香 或許是這鴨肉飯滋味實在太銷魂 迷得全台灣的韜客 不管路途再遠 等得再久 都願意排上一碗 好吃到網路超過9000則好評 這些年更得到米其林評審青睞 地比登榜上遊名 它特別的地方是它可以一半一半 就是鴨肉跟肉燥混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又很多汁 它的肉燥很香 連我們家小孩都很喜歡 點碗鴨肉飯再搭個冬粉湯 或是配點下水米血和鴨肉切盤 湊滿一桌豐盛 就是很多人的日常小確幸 下水所有內臟都有 然後再加那個米血配起來 然後鴨肉飯 然後我再點一個切鴨腿這樣子 很棒的一組 客人大口吃肉 大口爬飯 常常十分鐘不到就吃個精光 但為了這十分鐘 吳宥偉和姑姑卻已經在廚房 忙活了一整個早上 煮鴨子的時間長 一鍋至少一個小時起跳 沒早點開工肯定來不及 趁水還沒煮開 三斤半大小的爐鴨 得先做個造型 吳宥偉一筷子撐開鴨身 讓每一隻都能在下鍋後 立正站好 煮的時候也才能受熱平均 這種比較大隻 然後肉比較厚 通煮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我們會先來坐底下 好了之後小吃會先撈起來 大吃會最後撈 烘條時間才會剛剛好 從阿公那時候傳下來 到我爸爸這邊學的 都是這樣子排排站好 這樣子煮的鴨也比較多啦 對 然後看起來也比較整齊 生意好鴨子量也用得驚人 一次煮上十幾二十隻 同樣的步驟一天重複三次 如果遇到假日生意好 還要再加碼 即便每天開店營業 總是忙翻天 但吳宥偉卻像是早已身經百戰 油刃有餘 掌控全場 起鍋前 我會先把上面那層鴨油撈乾淨 像這樣子差不多煮到 時間快到了 它鴨子就會浮起來 鴨子已經是好的嗎 差不多了 不只去油去雜質 鴨肉上桌前得再過煙燻這一關 但要燻得顏色漂亮 又保有肉汁 時間與火候調控 就是功夫所在 把煙跑出來 稍微變一點黃煙就可以了 我們跟外面不一樣的是 燻的顏色不會太重 你燻太重的話 像外面那種燻茶的顏色 那會看起來比較乾 賣相不好 那我們會大概燻到像一點 金黃色的那種感覺 那因為它冷卻之後 還會再顏色 還會再加深 但要讓眾多饕客回味無窮 絕對少不了 加在鴨肉飯上頭 那鹹中帶甜 油潤黏嘴的南部滷肉燥 我們肉燥的特色就是 裡面有油蔥出來的香 然後一定要把油逼出來 逼出來之後我們下去滾的時候 那個香氣才會灌得進去 把它裡面的本身的油逼出來 那至少都要一個小時以上 每一步做得仔細不馬虎 這是阿公吳登珍交給爸爸吳洪志 爸爸在手把手傳授給他的做事哲學 自從接手後 吳宥偉也一直遵循著這個道理 扛著阿公這塊鴨肉飯的老招牌 就像阿公吳登珍高齡八十八 早已是退休享福年紀 但他還是堅持每天固定時間 到店裡坐鎮釘場 手起刀落切起鴨肉依舊飽到未老 超有價勢 我前十三個都在餐廳 人家餐廳我都會餐廳 沒人家餐 我自己嚇死 這都沒遺憾 就像以前 我們在餐鴨 台鴨 鴨鴨 那才有遺憾 你以前打掃時你也沒那麼好 就自己買一塊鴨子來餐鴨 鴨自己餐 自己炒料鴨 現在來鴨鴨鴨鴨在台 身體慢慢越好 我們的餐廳不會餐廳 還會餐廳 吳鴨鴨打從十六歲 就跟在老爸身邊學手藝 一路從後廠廚房到站上餐台 幾十年下來 他說從沒聽過老爸對自己肯定 倒是在潛移默化中學了不少 爸爸最常對他說 凡事求好不求快 生意才能長長久久 就是比較近了 就煮啊 煮一煮 爸爸就旁邊喝一句說 不是煮快就夠了 要煮的價值比較好 我們就慢慢 他說的話 我們也會幫我們吸收 自己幫我們減透 東西要煮的價值 像我現在跟我們兒子說 東西煮的價值 你這個東西煮的 你自己最想吃的 你比較讓人客 你如果看不想吃 你不要讓人客 外帶一個小肉罩兩塊鞋 跟一個鴨冬 都做小份的就好了 四大鴨一大肉兩個菜 兩個四分之一 兩塊鞋 用餐時間 客人一個接著一個來沒停過 想吃什麼 我話單直接說 很考驗記憶力 一個鴨冬乾 一個青冬 我一開始也是 幫客人點餐的時候 會一直忘記 會一直要人家去 再問一次 你會不會這樣講 對啊 然後 久了就不會了 賣的是人情味 也是新意 即使念下來 價格也始終清明 早已成為本地和外來客 同吃的超人氣美食 現在通膨的時代上 算很平價 這些東西可以吃十幾個人有 你們來吃過就知道 我們真正是像我爸爸說的 玻璃倒閒 我們給他雞皮疙瘩 生理好 我們的日孫也抓得比較低一點 讓客人吃得開心 我們如果有賺到 撒回來吃就好了 對吳弘芝來說 這也是他最大的滿足 與成就感 就算現在有了 必比燈光環加持 踏出了每一步 他也覺得戰戰兢兢 一刻不敢鬆懈 突然間 有很多電腦 他就卡著說 你們拿米其林的 我怕也隨便看出去了 唉唷 有夠 我也很驚訝 快點拿米其林 我都沒想過 電腦這樣有 自己有種壓力 說 記得如果米其林認可 我們就品質要做得越穩定 越好 比相對是很壓力 你知道嗎 無家人小心呵護爸爸打下基礎的全家招牌 60多年來自成副業 繼承上一代的手藝與使命感 期盼這超過一夾子的鴨肉飯滋味 能繼續傳鄉百年 每年的8到11月進入了虱目魚的產季 這家位在台北三重的虱目魚老店 號稱有夢幻虱目魚蓋飯 還紅到燈上了韓國的美食節目 喂 少爺 哪裡啊 好 那你電話6號喔 一個魚肉蓋飯 三份魚肉嗎 對 我們常常來吃這個 我們常來吃 三份魚肉 對 熱騰騰的一口虱目魚湯下肚 喚起沉睡的五臟六腑 清晨六點 許多老顧客陸續上門 就是這樣開啟了一天的開始 當然也有人是來慰勞一下 辛苦一整晚的疲累身軀 沒有 我們已經做完了 我們在吃早餐而已 我們這凌晨就上班了 外面沒有啦 味道OK啦 比較補早味一點 魚肚 魚頭 都好吃 好吃啊 新鮮 我們前兩天才來吃而已 對啊 今天又來了 今天又來了 切成薄片的虱目魚 沾上太白粉增加滑溜口感 再經過特調滷汁 大火滷熟 接著撈起鋪在白飯上 再加上一勺特製的辣椒調料 不僅是豐富了客人的視覺享受 味覺更是大大滿足 魚肉新鮮暖韌 滷汁入味 好吃不顯膩 而底下的白飯依然保持Q彈米飯香 這就是店裡的招牌美食 虱目魚蓋飯 而這道獨門料理之所以會出現 只是為了讓趕著上工的客人 可以快速完食 口味都沒變 所以我只想會吃 所以你是每天早上當早餐吃的 大部分 就是吃完之後 然後就去上班 對 吃鮮雞這麼好吃 這個口感不錯 吃到吃好吃 吃很多年了 以前是公司才來吃 就堆過來吃吃了 對啊 吃完吃就吃幾年了 就是很好吃才會來買 喂 是沐魚 四個鍋子 一個負責煮魚湯 一個煮魚肉 另一個則是 虱目魚肚專用 跟豆豉滷鍋 滋味各不混雜 但都一樣 鮮甜好吃 老闆林松林 職業軍人退伍之後 從北漂父親手上 接下了虱目魚攤 兩夫妻不斷的研發 改良虱目魚的料理 到現在已經買下店面 天天開門做生意 秉持的魚新鮮料理 自然就會好吃的原則 接到每天一早 產地直送的魚貨之後 就是手工火的開始 來的魚都要先刺魚 要不要刺魚 要先切一塊下去煮 如果有土味 有油水味 我們都不買了 說不買就不買 對啊 沒有辦法 這要控制品質 不然人家可以來吃就 意味你一次而已就 拜拜 就像我們自己去外面吃魚 你也不喜歡吃的魚有魚鱗 要將心比心 自己要處理乾淨給客人吃 對不對 就像你自己去外面 只要吃到沒有處理好的 自己也會不開心 花了錢結果受罪 這米湯上的 米湯是用的 太小隻了 它內臟也不好 要大一點 不要那麼小隻 打電話給供應商 抱怨虱目魚太小尾 林松林可是一點也不客氣 不只魚的鮮甜肉質很重要 不能疏忽的還有視覺 因為太小尾 虱目魚肚就沒辦法蓋住整個碗 看起來就不夠豐盛 這對老顧客來說 一看就不行 不過處理虱目魚 真正的魔王 則是去魚刺 更別說這招牌 就是寫著無刺虱目魚 一條魚將近兩百多根刺 只能刀下留不得一根魚刺 一個圓圓圓一隻刺 不一定幾隻 因為有時候 十三圓 十八 有時候幾十圓 牠的都不一定 大小隻也不一定 像這個 一口一口就是一隻刺 這是都自己 跟我母母兩個研究 這樣黏 對啦 然後稍稍再黏 我會黏太久 到黏不清 明松林有條不問 子子細細清理的還有魚腸 因為這可是每天 最早賣光的招牌料理 一天要處理超過二十幾公斤 將近七八十隻的虱目魚 一魚變化出多種不同料理 這不宜家子全都撩下去做 還真的做不來 來 魚肉蓋飯 外面走走看看 還是會繞一圈就繞回來對不對 小時候就這樣忙了 所以就還好 會有一些想法的衝突吧 對啊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怎麼做 會比較好 可是 可是爸爸他們可能做習慣 這樣模式的 有時候出來 附近他們會覺得比較方便 對 可是我們會覺得我們看過 我覺得這樣做比較好 當然還是會以大家習慣為主 就是提出一個建議 全部都小辣嗎 剛剛也小辣 好 要稍等一下喔 好 謝謝 一家四口撐起了阿公的老招牌 堅守台南口味 到今天不僅成為三童 當地的庶民美食 還紅到了韓國美食節目 也來拍攝 讓來自台南的虱目魚 繼續滿足出外人的胃 大家好 我們是中華民國八級拳協會 高雄教練場 我們在大高雄地區負責教授 劉英喬大師所傳承的 八級拳 壁掛掌 以及各式的兵器 課程內容涵蓋 技能訓練 套路 打靶 以及各式情境對練 對於防身 健身 有興趣的大小朋友 都歡迎加入我們喔 感受 你就是主角 這個八級拳協會的自拍影片 有模有樣 連我看了都有點想要加入他們了 您覺得如何呢 台灣一千零個故事 包括了你我 平凡的小人物 如果您覺得您的工作生意 興趣專長或是才藝 很值得讓大家知道 歡迎您用手機拍攝剪輯30秒 來介紹自己 接到信箱就有機會 在台灣一千零個故事登場 記得手機要轉90度 用橫的來拍攝 會更適合電視播出